嚴格來說,鵝烏戰爭如果問我,最有機會落幕 即是說是停戰,大家坐下真的去談,戰場上就會靜下來 什麼時候呢?我認為最有機會都會到明年的2月、3月 那個是什麼日子呢?就是美國大選明年11月之前的半年 大約是2、3月的時候就開始進入到最激烈的階段 俄烏戰爭打到這個階段,全球都越來越擔心 因為有可能出現核戰 如果大家看過最新的電影《Open Hammer》那一部 即是說到美國在新華西哥1945年的原爆其實真的挺恐怖的 但是俄烏戰爭是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難怪全球都非常關心 所以在近期來說,剛剛結束沙特阿拉伯主持的 這個吉達的俄烏的和平會議就是剛剛召開了 有42個國家就應邀出席 包括了中國的特面全權大使李輝都意外地 在西方眼中,他都會來嗎? 都來了 本來他們預計就是中國未必會來的 因為這個會議來說,雖然沙特阿拉伯和中國關係是超好 但是與會的歐洲的一些國家,特別是波蘭和 扎蓮斯基的總統的莫寮這些人來說 加上沙里文也有出席 就不是說太過對中國是客氣的 所以他們最初想著李輝就未必會來的 但想不到李輝都照來 其實李輝一定會出席 因為北京中央的定位已經是勸和速談是國家的大國策 中國是有希望這場戰爭盡快結束 所以有邀請到的話一定會出席 所以打破了西方壟斷的聲音 今次這個和談42個國家其實已經是佔了全球200多個國家當中的五分之一 可以說其實是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 雖然只是兩日 當然就不會有一個聯合公佈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傾傾,摸摸底了解對方的想法 李輝也都曾經就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里文在場邊那裡有談的 談了什麼呢?當然雙方都關心對方 在處理這個俄烏戰爭當中的原則、立場怎麼看 總的來說其實都是一次有益的一個會議 就算不會達成任何的協議 起碼是一次有益的見面 西方很多的評論都說有中國出席是最好的 因為要知道中國的那個態度 他們很期望俄中的關係這麼好 希望習近平可以勸電普京 不要打了 可以放棄一些土地 使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可以收回相當的土地 順理成章和談有望 他們希望中國可以發揮這個作用 不過我跟大家分析就是這一場戰爭 現在不單止是沒有停戰、停火這樣的情況 反而是有擴大化、有升級的危險 剛才開始說了核武器的威脅來講其實一直在升 現實來講如果大家有看過上一集的分析 其實俄烏雙方動用的無人機 動用的是超音速導彈來講 都是不斷增加的 所以無論是基庫 到黑海沿岸一些城市 以至到俄德薩、俄國控制的黑海港口 甚至莫斯科都受到攻擊 這種情況來講其實是令人擔心的 這個正正也是美國不放心 怕會捲入這場戰爭 在五月的時候 澤連斯基多次要求美方 供應他一些中遠程的導彈 美國當時就已經警告澤連斯基 你不要想著用這些中遠程的導彈打入俄國 否則的話我們美國就會捲入俄烏戰爭 成為跟俄國直接對抗 這個絕對不是美國的國策 就已經警告了澤連斯基 但是現實來說 澤連斯基就認為現在在俄烏戰場 烏軍是處於下風 所以要有一些非常的手段 才能夠令到俄國肯讓步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美國正正擔心 澤連斯基有可能會挺而走險 這場戰爭打到這裡 澤連斯基來說 亦都跟東歐一些國家是產生一些爭執 因為波蘭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佛克 羅馬尼亞 甚至寶加利亞 這幾個國家 剛剛好就是跟烏克蘭近輪 東歐這個國家 在價值觀方面 是跟俄國是不對 跟烏克蘭是接近 但是無奈在糧食的出口 糧食的供應方面 這六個東歐國家 都跟烏克蘭有競爭 歐盟限於支援烏克蘭 要求這六個國家 都容許烏克蘭的糧食 經過他們出口 但是這六個國家都反對 本來有一個協議 說到近期 應該禁令取消 即是說烏克蘭的糧食 可以透過東歐這些國家 運出去 使得世界其他中東 非洲國家有糧食 就不可以只是靠黑海 但是現在這六個國家 東歐六個國家 就堅決反對 令到烏克蘭非常不滿 就說你不讓我們的糧食出口 你又說支持我們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 那算是怎樣呢 所以國家實際的利益 就跟這個以色形態 那個比較 國家實際的利益 就來得重要 所以其實烏克蘭 在現在這個 俄烏戰爭當中來說 它的處境來說 不是太過理想的 美國亦都很擔心 這場戰爭進一步擴散 應該怎樣去看這場戰爭 是那個真的會坐下 有機會達成協議 會是怎樣去看呢 很重要一件事 首先就要看一下 接下來的十一月 APEX亞太經合峰會 習近平有沒有機會跟拜登談 現在就不知道 大家知道最新的 布林肯已經多次說了 我本來邀請秦剛過來見面 現在我把這個邀請函 已經給了你們的王毅 不過王毅沒有回覆我 王毅到現在都沒有回覆 所以習拜會的機會究竟有多大 不知道 習拜會為何那麼重要呢 習拜會除了是中美關係 很多要談的 即是財政的問題 貿易的問題 這些都是高科技的投資等等之外 肯定也涉及到拜登很想了解 中國和俄國的關係 在俄烏戰爭當中的和談 中國會是秉持一些什麼的原則 有沒有妥協的空間 如果習拜會能夠在十一月開成的話 當然美國可以摸到中國的底 但是現在習主席沒有答應一定會出席 我們都說過了 因為李家超我們香港特首 美國很不客氣 又說拒絕他來 這件事來說 一日美國不作讓步的話 習主席是否真的有機會和拜登談 沒有人知道 所以王毅現在遲遲沒有覆實 說會過去 美方其實都很緊張 嚴格來說 俄烏戰爭如果你問我 最有機會落幕 即是說是停戰 大家坐下來真的去談 戰場上就會靜下來 什麼時候呢 我認為最有機會 都會到明年的二月三月 那個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美國大選 明年十一月之前的半年 大概就是二三月的時候 就開始進入到最激烈的階段 拜登這位老人家 他最需要一些震動世界的正面訊息 可以幫到他的競選 最大的消息當然就是 美國促成俄烏和談 達至一個國際的和平會議 美國起關鍵作用 玩一下手 還有人擦拜登的鞋子 諾貝爾和平獎 非拜登莫索勒 這個對於拜登 在現在的總統的競選當中來說 絕對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看過我剛剛出過一條 說到惠譽降美國的評級 美國的債務問題難以解決 美國的財政狀況是會持續惡化 甚至通脹那裡來說 都未必能夠 真的好像聯儲局所說 能夠受控 美國可能會再加息 所以在財政、債務、金融這些方面 拜登可以拿到的選票應該是不多 加上共和黨和他惡鬥的話 他其實就沒有太大的助力 反而俄烏能夠達成和平 一個國際會議 拜登都有機會出席 主持這個談判 最後達成協議的話 這個對他的助力是最大的 明年二、三月來說 正正就是關鍵時刻 過去美國願意作讓步 或者在一些重大的國際會議當中 能夠促成某些協議 往往都是和大選有關 1972年 尼克遜2月來中國訪問 見毛澤東 當時正正也是考慮到 因為1972年11月就是美國大選 如果能夠達成中美建交 那對尼克遜絕對有助力 果然就達成了中美建交 當年尼克遜能夠連任 只不過是後來的水門事件 導致他黯然下台 所以大選年對美國來說 政治的影響力其實是相當大 所以我個人估計明年二、三月 是俄烏的和談一個最好的機會 但這個要看今年11月 集拜會能否成功舉行 美國要作某些讓步 我後面會和大家進一步的分析 當然今年9月來說 G20峰會之前 據說還會召開另一次和談的會議 這個會陸續還有下文 即是說幾個月幾個月就有一次 但是大家不要期望 或者不設實際期望 那麼快就會有一個協議能夠出得到 一定要看 給Like、訂閱、埋進 肯有你的好處